日本摘蛋松本期盼了四年的百万人京都志愿记 我真的再也不敢来了 说实话四十度的天京都这么多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幸亏有日本小姐姐发扇子 松本说每次来马斯利 他都会给这些摆摊的老板上一课 第一节课捞金鱼 松本加油 松本加油 这啥呀 然后松本说 其实他最擅长的是这个游戏 松本要挑战最高难度 瞄准 纹丝不动 松本说他要先填饱肚子再回来继续玩 松本惯例空腹大啤酒 发现一个博多烧 上面还放了一个鸡蛋 第二家日式炸鸡 没想到这暴躁大娘的炸鸡还挺好吃 松本又发现了一个鸟皮饺子 用鸡蛋和培根做的钓鱼烧还是第一次见 就当我以为九十斤的松本已经吃饱了 结果这家伙又点了四根巧克力香蕉 然后松本又吃了一大碗抹茶炮冰 最后吃了一根京都特色盐黄瓜 可是我亲眼看到日本小姐姐被晒晕过去 大家说日本人为了马思琪是不是太拼了 占用体验评分 对了 如果大家来大阪和京都玩 记得提前入手一个GR Pass 城市间的电车随便做 非常划算 更多日本旅游攻略会随时分享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关注一下